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 我是钟文泽 我们今天拿到了 OPPO Reno3 Pro 5G 这么长的一个名字 攀通定制版 也就是攀通今年 在2020年推出了一个 今年的流行色 叫做Classic Blue 经典蓝 首先我们给它开箱 里边大盒套小盒 又是一个Color of the Year 2018年的这个经典配色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是Quarrel 就是那个橙色 珊瑚橙 然后苹果当年推出了一个 iPhone XR 就是这个颜色 对吧 然后华为推出了 单狭橙的MatePad 以及Mate 30 以及Mate 30 Pro 我们看看这个机器 这就是机器本身 然后我们现在 首先把机器简单放到一边 看看里边有没有什么 这个版本特殊的定制 这里有一个 它自己的手机壳 这次OPPO Reno3 它的快充插头 是一个30瓦的Wook闪充 然后大家看 这个插头也进行了 也进行了攀控流行色的定制 这次的颜色配得很足 大家看 这里有一个 Classic Blue的 这样一个硅胶 手机套 这次开箱 每一次在我没有想到的地方 OPPO都加入了蓝色 然后里边这个直绒手感 就是这个内衬也是经典蓝 跟普通版不同的 普通版是一个普通的数据线 我说这话好像废话 但是在这儿呢 它是一个外表由尼龙材质 所组成的Wook的快充数据线 有一个蓝色的耳机 大家看 这个耳机线也是蓝色的 然后这个就是它附赠的一个耳机 这个耳机的外侧 有非常非常亮的一个小玻璃反射 佩戴上之后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就不给它打开了 打开之后那线不好收 我觉得找不着了 好 我们现在来给它撕膜 现在我手里拿的呢 就是OPPO攀通定制经典蓝 202060色的这个版本 大家看 首先呢 它的这个玻璃 是由两种不同的工艺去完成的 就是这个位置 是今年大家比较熟悉的磨砂质感 有一点点像iPhone后边的这个磨砂质感 这条亮面光面的玻璃 然后呢 下边有一层镀膜写着 Classic Blue 然后右下角有一个攀通的小色卡 大家看 这不是贴纸 这也是在玻璃上进行加工的 我尝试进行撕 撕不下来 OPPO logo的位置 从右下角移动到了右上角 然后其他部分增加了更多的不同的工艺 以及不同的纹理 我们给这款手机佩戴上一下 它的手机壳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一个硅胶质感的 我觉得不错 另外呢 我看到网上有一些声音 就是关于这个文字的样式 大家现在觉得 这个文字的样式定制的是否好看呢 如果你觉得好看 你可以在弹幕里打1 如果你觉得不好看 你可以在弹幕里打2 就是我自己上手的感受 这款手机 如果你拿出去的话 确实能够感受到 它肯定要比普通版 要更用心一些 更花心思一些 然后我们现在给这个手机进行开机 现在开机了 大家看一下 我左边 左手边这款OPPO Reno3 Pro 攀通定制版 它的主题和这套OPPO Reno3 Pro 本身也是不同的 它这套主题呢 如果单纯从美观性上来说 我可能还是要更喜欢标准版的 这一套呢 它有一些些这种标新利益的感觉吧 就是每一个小图标都采用了重新设计 而且大家看 它都是一个小长方 或者说一个小矩形的这样一个设计 我还是会切换回ColorOS 7的这套原生主题 这套原生主题 今年ColorOS 7应该是我使用过的 最有惊喜的一套安卓手机系统 刚刚好OPPO上线了它们那个ART加的计划 什么ART加计划呢 寻招丝的空梦一起探目响的点点星光 前半句我基本没有太明白 这个部分呢 你可以理解为这是由OPPO 他找了一些艺术家合作的 经过OPPO审美过滤的 给你进行了一些主题啊 壁纸啊 还有字体 比如说我们在这儿 这儿我们选择 选择这个试试好不好 同时设置壁纸 叫七彩摇辩 大家看 这张壁纸大概是长这个样子 然后四 这个叫自然界最小的风景画 应该是什么细胞之类的吧 然后这里叫Fant 字体叫苍尔金凯体 好像是个唱竞句的 苍尔金 蓝脸的苍尔金 对不对 大家看一下这套字体 这个本身是OPPO默认的 而这个呢 我应该怎么理解呢 它应该是更具有书法效果的 但是又融入了一些现代元素的这样一个字体 如果你最近关注我微博比较多的话 你可能会发现 我最近使用OPPO Reno 3 Pro的频率很高 最近这段时间已经超过了华为的Mate 30 Pro 两个我自己比较在意的点吧 一个点是它的拍照色彩 拍照色彩真的很好看 它可能没有那种非常强劲的暗夜拍摄 或者说非常遥远的那种远距离望远 但是它的调的色彩 应该是我在最近使用过的 2019年的手机里 色彩应该是名列前茅的 还有一个点呢 就是它的很轻薄 170 171克 176克 至于这款手机本身支持了一个 90赫兹的屏幕刷新率 这一点呢 我之前在微博上也跟大家分享过了 就是90赫兹 它绝对不是一个你所谓的 用了就回不去的这样一个技术 即使我天天用这个Reno 3 Pro 但是我拿起iPhone 这个60赫兹的刷新率 可能只需要刷5分钟的时间的时候 我就已经能够适应 这个60赫兹刷新屏幕下的 这样一个感受了 但是你会能明显地感受到 90赫兹和60赫兹 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 就是即使你不懂手机的参数 你在看到60赫兹 和看到90赫兹屏幕的时候 你会感受到90赫兹的那种充盈感 而且从2020年开始 有更多的手机开始支持120赫兹了 我也对这个技术非常的期待 如果你对这款手机感兴趣 我相信 OPPO的官方旗舰链 应该有上手体验这款机器的 你可以去亲自上手摸摸看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更多资讯 大家可以关注唐娟数码 我是钟文泽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还没有完全的再见 我再跟大家介绍两个 我最近更新的 比较喜欢的小物件 一个是这款的 华为Mate 30出的 这个手机壳 这官方的手机壳 应该是塑料材质的吧 然后这里下面有一个小老鼠 意思是鼠年 然后鼠尾巴 是Happy New Year 2020 我知道 我说到这的时候 一定会有同学们 但为什么用英文写 不用中文写呢 对不对 可能是中文写 兴充快乐凑不成 这个尾巴的长度 佩戴上呢 就是跟普通的 正常壳是一样的 Mate 30 Pro 和Mate 30 Pro 5G 的标准版本 都可以使用 但是那个皮质版本 单霞成和 青山带 这两个版本呢 也能用 但是挤一点 费劲一点 还有一个呢 就是跟大家更新一下 AirPods 以及AirPods Pro 都支持 Emoji的表情 捐客了 什么意思呢 我已经定制了一款 大家看 就是之前 苹果产品都支持客字 对吧 但是 从现在开始 AirPods支持 刻这个Emoji表情了 比如说我现在 刻的这款 就是一个小兔子 中国人民 特别喜闻乐见的 十二生肖 都已经 现已登陆 AirPods 刻字上 我自己买了一个 小羊的AirPods 小羊你可以理解为 鼠羊 你可以理解为白羊座 总之呢 就刻上之后 会有一些些 自己更多的心意 然后如果你送人啊 或者自用啊 你放到朋友堆里 会比较抢眼一些 如果你送人的话 也能代表你 更多的一些祝福 好了 两个小彩蛋 跟大家更新完毕 可能你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已经要过春节了 那在这里 提前先祝大家 春节快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